什么?台北市学生已经不用写寒假作业了 那我们台中市呢?学校会不会出寒假作业? 后来才知道,今年我们学校寒假作业是交由各班自己设计 我们台中市建工国小四年一班冒险部落 要不要寒假作业呢? 如果要有寒假作业,又要来做什么呢? 接着我们开班会,全班同学一起讨论 最后决定寒假当时要来玩DFC 那我们冒险部落寒假作业是什么DFC的活动呢? 亲手幸福一起走 现在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冷漠 大人每天忙着工作 小孩除了上学还要上岸清班补习班 一家人好好亲密的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想进行大手牵小手的活动 让大家的关系能更密切 我们曾想到可以用问好、拥抱或做家事 来增加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所想象出来的第一个客人是和家人或好朋友 以牵手的方式共同完成一项活动 第二策略在收集和家人牵手的照片和遗片 拥抱之中有同学牵着爷爷的手下楼梯 牵着姐姐的手一起散步 牵着哥哥的手去爬大灯散步掉 牵着妈妈的手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牵着邻居的手一起玩游戏 牵着阿妈的手过马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153位一起牽手的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看到同學嘉然在活動進行之後的心情感受 真的讓我很感動 我們母女倆常常一起手牽著手上課 手牽著手回家 手牽著手走過許多地方 藉由正式的牽手活動 信心品味熟悉的溫暖 慢慢感受易滑的溫柔與體貼 未來的日子 親愛的孩子 記得握著你小手的這隻大手 永遠是你的後盾 你的資助與避風感哦 我不會以為你去拿 真開心今年的寒假有這麼特別的一項作業 你有多久沒有牽著家人的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